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UP主在著名的重庆交友网站GitHub上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项目 仅仅通过50包邮的设备就可以窃取你的显示器上的画面 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这个项目的效果吧 由于各种原因,我使用了Hack RF平台以及一根车载天线进行测试 当我们在410MHz所有进行搜寻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频段有很多不明的信号 这些信号的幅度会随着屏幕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选取一个信号较强的频率 记住这个频率,使用开源免购的Centest SDR软件 市场调整软件无线电设备的分离值 设置好屏幕分辨率以及刷新频率等参数 很快我们就能侦测到我们的屏幕信号了 较为准确的方法是使用不同的设备进行测试 但我家里只有这么一台显示器 如果你打算再送我一台显示器 那么我一定会效纳,并且继续进行这个实验 我们打开一个测试文件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系统已经侦测到了显示器上的图像 而且画质还不错 这要是一份真的绝密材料 绝对会有泄密的风险 接着,我又测试了一下这个项目的动态效果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比较大的英文字母以及汉字 都能被这个系统轻松地窃取到 我们常说上网不射密,射密不上网 现在看来保密测试还需要更严谨一些才可以啊 好了,本次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投币,关注 也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关注UP主的公众号 UP主经常在公众号上发布一些文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